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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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的啊,还有吗,有啊,拉拉,拉拉,顺便把那个垃圾咱们给捡走,好嘞,对对对,把这一拉罐的垃圾给它带走吧,哇,这地太滑了,太泥泞了,怎么会有这么一条神秘的小路呢,快过来,拉拉又发现了小蘑菇了, 多吗,想捡,快点,这有钱,我看见钱了,我这么多钱,你看看,我靠,还有十块的,一共二十多块钱呐,看,这可是二十啊,哦,这有两个佛像, 哎呦,三个,这儿,一,二,三,哦,这边还有呢,旁边,啊,这边还有呢,先用彩笔勾成线,然后再刻啊,哦,这儿还有呢,哎呀,磨牙石刻呀,这不吗, 县城大魔馆,看了多大,跟我脚似的,差不多,这个好像是不能吃, 哎,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小道,然后这有好多这个城墙啊, 哎呀,这是一个古遗址吗,已经长满青苔了,然后这边也是,啊,这绝对是人为的,咱们会不会看到宝藏啊,一会儿朋友们, 叫龟头,那它们叫狗尿苔,那我刚才不扔下一个了吗,这不是这有就扔的就是,快点快点, 这儿还有钱呐,到处都是钱,然后这儿有一个金帆杆,哇,得有十米吧, 。 神呐,这又不白了。 ,我闹了,想想,这儿有一条小路,敢不敢走? 看你们俩这怂劲的 朋友们 我们刚才产生了一些分歧 这个翔姐跟浪了 要顺着这条大路下去 下到沟底去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走了 二三百米了 然后没捡到几个蘑菇 我觉得走大路觉得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决定我要走小路 他们俩走大路去了 这是一条小路 基本有路没路的 反正就这样吧 然后咱们看看这里边 是吧 走那边 你走五百米都可能捡不到几个 还不是走几米 到这种小路 哇这树上全是刺啊 扎死我了 朋友们 看看啊 这一条路 但是这不是人走出来的路 这是河水冲刷出来的这种路 哇 太棒了这个感觉 看看树上这个青苔 这是一棵松树 但是松树底下应该有蘑菇 可惜一个都没有 那不对呀 胖们 这 这看不见一个蘑菇啊 到底有没有啊 浪浪静瞎说啊 说遍地都是满山都是 这哪有啊 不行了 不行了朋友们 走不动了 先吃点东西补充点体力 刚刚喝了点水补充了点能量 现在继续往下走 哎哟 朋友们 刚才我捡了好多蘑菇 大家看看 这怎么样 这能不能吃 能不能吃 那得吃了才能知道 是不是 看我捡了多多 发财了发财了 一会儿再往那边看看去 我先把我的蘑菇藏到这 然后 还有 拿两个烟头做个记号 我现在要顺这条路下去 刚才遇见几个大叔 说下面有磨牙壁画 然后咱们跟着过去看看去 上面是树 下边是树根 看到了吗 哇 哇 哦这是盛水 盛水 盛水 凉不凉 这天有茶 东西多了 水好清 哇 太爽了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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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口 喝一口 哎 谢谢年 谢谢年 啊 谢谢您 谢谢您 这个路不太好走 一定要小心 因为刚下完雨 地比较滑 这个地非常湿滑 这个路这个台阶都是树根 树根 大起来的 要没有这几个树根 这还真不好走 这个千年碧花 有些人根本就找不到 是啊 太隐蔽了 这个地方 朋友们大家看一看 刚才当地的朋友们说 这个是天然形成的 这种佛像 磨牙石刻 但是他们说是天然形成的 我刚刚数了一下 正好 有这个 九个 佛像 这里还放了好多钱 发财了 这还有个碗 这还有小盘子 烂烂跟小养他们要过来了 我刚才听见他们说话了 快点快点 对又能捡钱了 看这个天然形成的上千年的时刻 来来来来你们俩也跟我学着 你们刚才看见那个圣泉了吗 圣泉 圣泉那么领无 那个水要喝的 然后要往头上浇的 你摸摸的头 要小心 我说的就是这种蕨泪 太滑了 看看 这是什么玩意 娜娜我先挂了 你还从 你还从 拜拜 你还从泥潭里边捞出来的吧 什么玩意啊 怎么了 这你也要啊 这咋了 你见过这东西吗 见过呀 你肯定拍这能吃的吗 我不是那么肯定 但是我觉得 刚才人家说了 这能吃 瞧瞧这品价 你什么玩意 我们捡菊 你捡屎 你大爷这是屎吗 我的外面可不动 你自己拿吧 这怎么了 这是狗娘台吗 这是猫固吗 这不是很明显 是狗娘台吧 狗娘台不是 那个小头头那样吗 到你玩意 快拿上走吧 走吧是吧 成不成 但是老板一说 就是那样 对 那一段 一个不能吃的都没有 全能吃 都已经被鉴别 我这个要能吃的 全都能吃 要不就全不能吃 第一名 这个人家老乡说的 第一名 你别管 是不是第几名 咱俩还说那第一名 不是啥好东西 对对对 导致我他们爬二十圈 给人家带了 不行 太危险 我们现在回到营地了 把这个蘑菇晒一晒 摘一摘 浪浪你捡这啥玩意儿 都长绿毛了 你行不行啊 你照着你捡那什么玩意儿 都长绿毛了 我这 跟他妈屎似的 我这是树菇好不好 跟这树菇 我妈屎 懂啥呀 你看我们剪 看这都长绿毛了 我一个人剪了这么多 他们脸儿才剪这么点 摘的时候就这样 这能吃吗 摘的这个样子你还要 这不能吃啊 摘的都是好的 可好了长的 装塑料袋 搁塑料袋的压的 我觉得是 这个和这个不长得一样吗 不一样啊 一样的 这不是剪手青吗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呀 我不认识 这只能洗 就不洗 我家的全是这种 这种 全是都是这种 捡了不少啊 这个就是没捡过 我这个能吃吗 这个 这个就是不晓得 我没捡过 想解摘的这个是珊瑚菌 看看 还真的像小珊瑚啊 我捡那个蘑菇 大家都无法判断 它是否能吃 然后 然后 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 就是 放两边蒜 啊 然后搁在水里头煮 如果蒜呢 变色了啊 就是不能吃 如果大蒜不变色 就是能吃 好了 朋友们 咱们看看蒜啊 看蒜变不变颜色 您猜怎么着 烂了 我刚才看了 但是这边温度不够啊 这三千多海马 睡不开 这就可以啊 没毒 绝对能吃 吃口大蒜 别浪费 哇 浪了 不能吃 苦的 巨苦 哎呀 苦的 果然不能吃啊 先不说它有没有毒 关键是它苦的呀 这不行 这不行 先不说它有没有毒 就这苦你就吃不了 太苦了 苦嗓子眼多 现在 烂了 你尝尝 我不尝 是不是我嘴苦啊 所以我吃的是苦的 你尝尝 没人你吃不苦呢 不尝 思维不尝 哎呦又打人了 这孩子 暴力 有暴力形象 喝完了 洗一洗 割了 割了 两这样的酱油可以拌一下 弄个小米辣 蘸着 放点姜 放点香叶 放点小辣椒 买了一堆香菜 然后把香菜切成一段一段的 放冰箱里冻着 这小油 滴的 撇撇末的 撇撇调料 开锅 哇 够香啊 蘑菇 小蘑菇一下出来了 再放点味精 要不要放点香油 麻油 麻油可别瞎放 香油来不来都行 来一份酱 先喝汤 又泡米饭 嘿 准备开吃啊 先尝尝这汤 嗯 鲜美 相当鲜 太地道了 好吃吗 爷爸咱家 爷爸咱家 爷爸咱家说 应该留一个人别吃蘑菇 为啥啊 算是好送咱俩这个 都吃光了 非常棒啊 汤非常鲜美 没有别的味儿 就是鸡汤 还有蘑菇味 这小蘑菇 倍儿丝滑 好不好吃的 看锅底就知道了 最后剩了一口汤 我们全军了 但是还没吃够啊 明天接着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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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